大家好 今天有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你是否适合做创造性的工作 相对于智商IQ的概念 创意概念的研究相当短 真正有系统提出创意思维的 是美国心理学家Gilford 他在1950年代提出了扩散性思考 后来他的学生叫做Torrence 发展了一套评良创意的测试 一直沿用到现在 但他的信度和效度都受到质疑 只是限于测试而同 成人又怎样呢? 很多时候都没有一个测试的方法 香港正是推动创意工业 架定了13类行业 例如广告、电影、设计 可以重点发展 究竟哪些人适合做这些行业? 台湾的创意学者洪永超 提出了创造性工作的量表 他认为创意的人应该有六种心理质素 哪六种呢? 听着了 就是乐观、进取、开放、自信、务实和时间的运用 乐观的人凡事都向好方面想 不容易灰心 当然有创意的机会会高些 第二就是进取的性格 能够突破自己的限制 不要固步自封 会尽力而为 第三就是开放的心灵 容许意见、容许其他不同的声音 不会看小别人 亦都不会倒计其他人 这些人就容易合作 另外又需要务实 谁都会有创意的 但肯付出努力的人相对非常少 所以如果你有idea 又有action的话 你成功的机会当然高很多 最后就是时间管理 因为始终创意发明都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 那我们怎样去管理自己的时间 令到有效率地去做实验 或者作出判断都是重要的 刚才说了六种的性格 包括了乐观、进取、开放、自信、务实和时间管理 你有多一样呢? 今天我说的话题是 你是否合适做创意工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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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